寵物店 寵物店不知道還沒有那個耶 好痛耶 打電話 打電話 深夜路邊店面突然竄出猛烈火蛇 還不斷伴隨爆裂聲 現場濃煙密布 滾滾濃煙 數公里外都能見到十分駭人 消防局後報出動大批人力趕緊現場 跟時間搶密 趕緊布水線灌救 不只滅火消防員員緊急 將受困的寵物狗救出 同時CPR搶救 店員及熱心民眾不斷撫摸 救出了20多隻狗狗 也將牠們安置在寵物籠 22號晚上9點多 花蓮市中山路這間寵物店 突然起火燃燒 雖然火師一度控制在兩家店 但由於現場為木造建築 火師瞬間燃燒一旁三棟商家 瞬間陷入火海 幸好第一時間 周邊店員都已經跑遠 沒有傷亡 今天上午 現場一度還有餘煙冒出 消防員派遣消防車在現場 進行灑水降溫 並進行火場見識 據了解 寵物店還有一隻狗 喪生火海 社群有言論指出 起火點是在寵物店 並主黃先生大表不公 黃先生表示 在這裡營業三十多年 外面的電源起火 已經不是第一次 深夜突如其來的大火 驚擾很多人 詳細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劉己嬌 李佳彥 花蓮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